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在帮美国说话 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我的理解是你看看全世界现在世界大事 主要的旋律是中美对峙 对不对 现在最流行的games是什么 就是奥大利亚 你看最近印度不停的在闹 对不对 还有波兰 原来东欧的一些国家 包括波罗的海那些三小国 四小国那些国家 就是说你去看他 他在闹打台湾 他也在打台湾牌 但是他没有在讨价还价 在讨论有关的在做交易 没有在做交易 所以我的理解这些都是 他都是交投名状 就是站在美国这一边的意思 所以蔡英文其实我觉得也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是政党利益 还有一个他说台湾人应该阴亡 就是宽天喜地阴亡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现实的事情 中美之间对峙这样大局的话 民进党他有自己的利益 那他如果解放军如果不能够用武力台湾 就是这个话说这个题目会有些大 就是说如果解放军不能够用武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那他肯定是站在美国这一边跟你中国闹 对不对 所以解放军其实是 我说两岸这样的统一的话 就是说如果政治对话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那你要用通过武力解决的话 那就要经过美国这一关了 那美国以前前些年吧 那个我曾经看过那个新闻里面说 那个希拉里当时有些那个email被曝光了 曝光了以后就是说他当时有个说到台湾 就是有人跟他建议说台湾卖给那个中国 然后来交换美国的国债 他的回忆回答是我认为是个好主意 那但是现在已经情况已经变化了 美国我觉得他不会 美国现在最大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是解决中国问题 就是解决中国挑战问题 他不是说你赚了一点钱 他就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他不可能就是用很便宜的价格 或者那点钱就能够把美国搞定的事情 对不对 而且刚才关于那个 我刚才在那个群里面 大家跟那个小姐姐在聊天的时候 就是说到什么呢 说到 糟糕 我年纪现在有点大 你大了是不是 是不是讲到军费 别人先说 我想起来再说吧 别人先说 美国的军费 那不然姐你回应一下这位网友 对对对 是美国军费吗 说关于那个美国没有实力了 就是没有这个军费 打不起这个战争 其实是不是这样的 美国现在确实实现 过去几十年来 最弱最弱的时候 我说军事方面 因为过去二十年 美国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那个 放在反恐战争上面 整个部队所有的编制 那个作战方式训练 都通通改变了 所有的军事研发也通通改变了 也就是说 美国没有做好跟中国打仗 这样的大国打仗的那个准备 那现在美国现在调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从阿富汗撤军这么狼狈的原因 他就不要脸了 他就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情 先解决 我现在去解决主要矛盾是什么 就是中国问题 所以我不要在那个反恐上面 所以你去看他一系列的安排 关于军事方面 关于研发方面 所有的东西的日程表 他完全就是为了针对中国而来 你去看 六弹机 六弹机 他以前那个因为反恐战争 他原来跟苏联打 他有个战争 有个系统 他这个系统是怎么样的 是F22带队 带对其他的所有的东西 跟苏联打 那反恐战争开始以后 他不需要F22 跟阿富汗跟伊拉克打 需要什么F22 所以他后来就说 就把这个F22 原来他打算生产几百架 他后来就生产187架 就把流水线关闭打包了就 那他现在的话 他还重新拾起原来的作战的办法 他就是说要用新的六代机 来带领整个美国的军事系统 跟中国打 那他六代机的那个 其实已经 这个样机已经 去年已经下跌 而且他六代机要有新的引擎 新的引擎 现在已经试验成功了 他现在按照我所知道 他是2030年 这个六代机就是 就是进入美国 这个F22的淘汰 所以John Smith 你的意思就是美国 美国他是有能力 可以去 现在还是打 能够有能力打的 对不对 他现在没准备好 但是你给他10年时间 他会准备 那为什么老公要给他10年时间呢 对啊 所以我说 我有个说法 我一直在说 我说老公现在是焦虑的 其实你去看他很多东西 包括新闻暴露出来 我觉得他是非常焦虑 其实他和大陆的民间 是非常开心的 但是我看老公的 那个所有的政策 他都是焦虑的 他不停的收缩 不停的在准备 为最后的准备 就是说最坏的打算 这也是这一点 我同意刚才那个小姐姐说 就是说中国大陆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准备好意思是什么 就是为最坏的准备打 为最坏的就是 就是结果准备好了 就是说你台湾真的要我今天打 我也可以打了 但是这是不是老公想要的 绝对不是老公想要的 好好好 来那个姐 你有没有要回应这位网友的 我还是没有特别听明白他的观点 就是抱歉啊 就是说如果说他刚才讲说 我觉得这个就是不能我说韩信 你说萧何这个说不到一家去 就是大家 就是刚才我也讲了就是说 你美国现在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最强的国家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 但是现在中国要解决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首先它对中国来说是中国的核心问题 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美国知道这是这张牌 对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个软肋 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美国是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利用这个来跟中国较价 但是如果说美国跨过这个 跨过那个大洋 两个大洋跑到这个第一岛链 来跟中国打一仗这件事情 无论从哪个 美国我觉得现在 拜登虽然老他还没有封 我觉得不会他做这样的决定 另外就是说 等一下 大家等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是没有疑问的 然后另外如果是只是在台湾海峡这里 中国为了解决他的国家统一问题 要去打这样 无论是从哪个这个正义 战争的正义性本身来说 他都是站得住脚的 你每日在这 所以就是说你 你真的战争是说 你现在你可以纠结一些这个 说保护 所以蔡英文他们出来说 现在不是经常要讲说 这个台湾的保卫台湾的民主 如果这个大陆 对不起你说太多了 然后我对前面的话都忘掉 我没断断说 好好好 来江史密斯你说 对不起 就是这个账 就是说台湾是中国的核心问题 就是痛不得的 我是同意的 但是美国的核心力是什么 美国的核心力就是保护美国的核心力 台湾完全是可以做一个借口 跟中国开战 你这个观点是没错 台湾确实是可以做一个借口 来跟中国较价 但不一定要开战 如果没有别的东西 如果谈不拢的话 如果没有别的手段 绝对可以开战 按照我对美国的核心 我就请教你 我举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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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两年以前 我去想象一下 你怎么打 这两个超级大国 而且是两个核子大国 怎么交手 有一点你要明白 我一直在说个笑话 我说美国是亚洲国家 很多人都是笑话我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 美军就在冲绳 就在台湾岛后面 就能到台湾 别人确实可以笑话 美国不是亚洲国家 美国是全球国家 它是世界警察 全世界的事都为它管 它日本 在日本的军事基地 也是非常强大的 而且有日本人的帮忙 其实 你离开中国很久了 不过我每年回去 上一次回来就在1900 在中国待了五个礼拜 然后上海待了一段时间 中国的所有的战争准备 都是突破第一岛链 他现在的就是要突破第一岛链 都有了 真的打仗 现在真的打仗 应该就是控制 解决制空权问题 那在中国的J20能够 跟美国F200打吗 好 不好意思 那个John Smith 不然这样好了好不好 我让其他网友也发一下言 好不好 对 你跟姐姐的对谈 我们差不多到这边卡掉 虽然 虽然那个 我知道你讲的正在信头上 但因为真的很多人都想要发言 没事没事没事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 对对对 好 谢谢 谢谢你 来 那个 我 我 我移架你到听众席 那个下一位 我先让那个狼哥 你先讲好吧 狼哥你是不是要讲 还是你只是上来帮我煮 对 我 我 我 快速讲一点好不好 你说话声音很大 声音非常洪亮 我把你声音开太大了 好的 快速 对 快速 然后看 有没有问题 要问姐姐 来 我 那个 因为我没听着 直播上来说什么 但是我想说一下 就是刚才那个 John Smith 那个想法 就是这个孩子显然不了解 根本不了解什么叫战争 他认为F22或者美军的那些先进武器 能对中国造成什么吓阻 他太天真了 他没打过战争 他也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 我说他们就是说海外恨国党一直认为 美国能跟中国在中国周边打仗 是一个非常无知和愚昧的想法 因为他们最简单的数学都没有计算过 你要想美国十个航母战斗群 他的弹药投送量到底有多少 你们有没有算过 他需要飞八千公里的距离 把弹药运送过来 然后进行投送 他投送的速度 这不好听的 他都没有中国造的速度快 如果中美一旦开战 就会出现这种局面 他们一直想的是 中国所有的武器都是废体的 OK我们现在假设 郎哥你卖电音了 但是 好你说 但是如果战争一旦打起来 他会发现 他们就相应当于拿针来刺一个大象的感觉 没有任何的效果 所以现在的局面并不是美国想要跟中国开战 因为美国自己用数学就能很容易计算出来 跟中国开战的 结果就是把自己完全耗过 因为我们是在家门口 他们需要走八千公里 他的弹药运输 以及整个后勤的需要量 这是个天文数字 二战结束后 美国从来没有动用过这么大的力量 一直有恨国党说 美国二战时候造过一百多艘航母 你现在看到造一艘航母用了多长时间 知道吗 但是我打沉你一艘航母 可能只用几天的时间 但是你造一艘航母 最低需要三到四年 对这个战争形态已经转变了 美国不会把这些东西 美国的想法 它的力量是用来压制其他的那几百个小国的 不是用来压制中国 它压不住的 但是我们中国也现在没有能力说 我打到你美国家门口 对吧 所以现在这个 蔡英文今天发表的这个言论 说实话给我逗笑了 那个是谁让他说的话 美国 肯定是美国 对 美国既然他知道打不赢这场战争 或者这场战争最终打的最好结果是 中美两败俱伤 然后欧盟跟俄罗斯的崛起 为什么要打 他没有必要去打 所以在这个街骨眼上 马上要到年底十一月份了 在国债 的问题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说实话 今天蔡英文的这个讲话 我一下意识到了 美国现在的经济问题非常不容小觑 他已经拿一些非常极端的事来逼中国 跟他合作 在经济上合作 他不可能敢于跟中国开战的 你算一算吧 他的所有航母战斗群跑过来之后 他需要投送力量是有多大 没有多大 对于中国来说 中国这个体量 中国现在的钢产量 以及各种物资的生产产量 美国这样战争能持续一个月 持续一个月的时间 他都算顶天了 但是问你一个月之后呢 中国自国以来 如果我们一旦认定的对手 我们不依不恼的打 我可以打上百年 比如说打匈奴 打当年的蒙古 对不对 这些民族最终 基本上都被我们安平了 那你非要去打这种 持续上百年的战争吗 我觉得美国没有那么蠢 他现在就是太着急了 他想逼着我们习总跟他见面 去谈后面的经济问题 所以才打出了这张牌 就是这样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 就是逼价了 好 谢谢你郎哥 谢谢 好 我来谢谢那个 卡了卡了卡了 没关系 我们discord继续 我会再上传今天的讨论 如果卡了 你们直播的就担待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